同学们好,我们审计的习题班进入了第十九章 十九章是审计报告 是审计要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也是注册会计师的工作 唯一与社会公众或者与审计报告的使用者见面的这么一个要素 千辛万苦报表使用者都看不到 能看到就是审计报告 所以审计报告尤其是意见类型的确定 以及一些特定事项在审计报告里面如何说明 对报表审计的影响是直接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审计学科始终把审计报告看得非常重要 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五套卷子考了24处 累计分值是29.1分 你知道一套卷子里面有六个简答 除了独立性这个简答题以外 其他的五个简答题都是五个实项 包括审计报告的简答题也是五个实项 可见基本上几乎是充满了审计报告 而里面也可能有点,比如说有些内容跟审计报告有关 但它不属于这一章 比方说持续经营假设 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影响审计报告 作为错报重大不重大 这种事情呢,可能跑到18章去了啊 所以有时候会漏掉一两个啊 就是跑到别的章里面去了 但总而言之 这个审计报告的简答题是实实在在的审计报告的问题 很少有跑到外边去的 简答题占了95% 因为偶尔可能会考一下选择 这个很少的 但也有可能啊 有的时候在综合期间也会考到啊 卷军接近六分 就相当于一个简答题的分值 所以当然是关键章了 因为年均相当于十二分的样子了 好,这个考点呢 应该说前三节是见不到的 那从第四节开始了 就比较厉害了啊 第四节关于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看到有四个考点啊 这其中关键审计事项的筛选 考的是最多的 那么接下来是第五节关于审计意见类型 包括无保留保留否定无法表示啊等等 这个呢占了五个考点啊 那其中最爱考的还是无法表示意见 就是审计范围受限的重大且广泛 为什么 因为这几年新冠疫情 确实使得一些审计范围受限的情况 频繁发生 所以考的比较多 那再往下呢 就是第六节 就是抢掉段和其他段啊 基本上都是抢掉段 其他段呢 是很少考的啊 最爱考的关于抢掉段 其他段相关的知识点呢 就是不该带抢掉段的 带上了抢掉段 应当非无保留的 结果来了个抢掉段 我在前边说过很多次 因为这样可能注册会计师 大概是最愿意这样错的啊 如果他有意的错的话 无可奈何的错的话 他可能最愿意选择这种方式去错 因为首先他是不影响意见类型 他放到抢掉段里面去了 意味着放到抢掉段里面 这个事情当然不影响意见类型了 对吧 无保留了 同时呢 他又保护了报表使用者 因为他把那些事 本来应该保留否定的事 放到抢掉段里面 也还是给大家说出来了 对吧 所以可能注册会计师呢 更愿意这么错 所以啊 最爱这么考 接下来就是第七节的对应数据啊 对应数据考了有三个考点 但很显然呢 都没有高频的考点 那么其他信息呢 是17年开始做了大修改啊 这个所以这几年一直考的比较火 对吧 关于其他信息的获取了 其他信息的报告了等等啊 好 这个总之第四节开始 每节都难以幸免可以说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本章洗题部分 一共30个主管题 第一题是简答题的事项 是21年报表 遇到下来与关键审计事项相关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说 因无法就假公司21年度 才报表的多个项目 获取充分是当审计证据 A制作会是发表了 无法表示意见 呃 这句话虽然还不是 还没到让我们挑错的地方 但这句话 其实 也给我们一个副产品 也给我们一个收获 看得出来 什么时候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 这就是一个例子呀 多个项目 都无法获取充分是当审计证据 无法表示意见 这很正常啊 当然 何为多 两个算不算多 对吧 这个呢 还要靠职业判断 好 他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 并在审计报告的关键审计事项部分说明 其实 学的知识比较踏实的同学 已经看出了问题了 你发表了 无法表示意见 你就不能带关键审计事项 啊 这个为什么呢 你想一下呀 无法表示意见 从概念上讲 他是对报表整体无法形成意见 整体上范围受限 因为我们专业的话说是受限的范围 重大且广泛 广泛的受限 结果呢 你审计过程中还把一个关键审计事项 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不是整体受限了吗 怎么一个关键的问题还弄得 那么明白 反过来关键问题弄明白了 在这儿跟大家沟通 怎么能叫整体受限呢 对吧 这应该就有问题了 好 所以这个 他对关键审计事项部分本身就有问题了 不管他说的什么 他说除了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 基础部分所说的那个事项外 就那个事情 导致了无法表示意见 除了那些事项以外 不存在其他需要 在审计报告中构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这貌似是个领报告 但你别忘了 无法表示意见 是不得 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的 因为他们理念上有所冲突 实际上 所以不恰当 当对财务报告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时 注册过去是不得在审计报告中 包含 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这边记住了 下看另一个题吧 审21年报表 也是与关键审计事项相关的事项 这个A制作外 是无法就假公司 2021年末 存放在第三方的存货 获取充分适当实际证据 你可以预感一下 就是放在第三方的存货 甚至都不是全部的存货 就算是全部的存货 也只不过就存货一个项目 对吧 他这个无法获取充分事大审计证据 对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这是非常正统的 其实 对意见类型的确定 始终是一个高度职业判断 对吧 但是很多题里边 过去各年考的题 可以作为非常好的参照 好 这个A制作外认为 除了这个事项以外 不存在其他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因此就不在报告中包含关键审计事项部分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这么一件事情 没有别的关键审计事项 而这个事情已经呢 在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 我不已经说了吗 我再来一个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干嘛呢 但你别忘了 除非是无法表示意见 或者特定情形 否则的话 不管是保留还是否定 你就是没有需要报告的关键审计事项 你也得带上这个部分 告诉大家 没有需要报告的 这就叫领报告 所以无法表示意见 是不准带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的 其他意见类型 你就算 没有报告的 需要报告的关键审计事项 你也得把这个部分带上 告诉大家没有 也就是说有就说出来 没有也告诉大家 没有 这我们就喜欢把它叫做领报告 叫做领报告 这个你又不带了 那不行 所以这两个题有意思 这位A注册会审计事 是不该带的带了 该带的不带 是不是啊 答案说不恰当 除非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和其他特定情况 什么其他特定情况 其实教策里面也说的明明白白的 披露某些事项 沟通某个事项 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 远远超过沟通该事项的益处 那就不沟通了 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保密的规定 国家的机密等等 那不就不能沟通 这就是其他特定情形 那如果有其他特定情形 那题目里面一定说的 不说就是没有其他特定情形 因为特定是必须要说出来的 好 除非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或其他特定情形 那么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 包含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注意 不管你有没有需要共同的 你都得包含 第三题 这个在2021年度审计中 这个N1质特快事将导致上一年 2020年度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作为审计中最为重要的事项 上年有一个无法表示意见 今年这个事情解决了 但是解决的可能是 怎么说呢 与治理层构同 我也重点关注了 也是最为重要的 对吧 好 那么与治理层进行构同 因为无法表示意见的那个事项 就上年导致无法表示意见事项 对本期数据和对应数据的影响 均已消除 上年有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那个里面到底有没有错报 不知道 那有没有错报不知道 那上年的报表就被来了个 无法表示意见 然后今年查清楚了 把上年的报表 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重大错报的那些情形 都搞清楚了 比方有一个重大错报 那就改了呗 然后本期对应数据也受到影响 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错 那查清楚这个事情以后 知道里面也改了 可这事就过去了 不过它成为了2021年审计的 最为重要的事项之一了 好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AE注册官司对2021年的 词报告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那事过去了 当然就无保留 我们永远给人改错的机会 并在审计报告的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这是可以带的 因为是无保留 当然要带 不光可以带 而且必须带 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它可不是零报告 不是说我没有事我也带 它真有事 在这个部分 给大家沟通了 上年都无法表示意见事项 影响的消除情况 怎么消除的 做了哪些工作 原来范围受限 大范围受限 后来我怎么调查的 等等 对吧 这件事情大家想想 首先无保留意见是可以带 是应当带 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而且选这件事情 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它得满足 关键审计事项筛选的三条件 它都满足不满足 我们看看 它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 首先得到满意解决了 这是个前提 如果没有得到满意解决 不可以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你可以在其他部分 来一个保留了等等 在那个部分里边说 这是解决了 然后作为审计中最为重要的事项 我们知道三层筛选 第三层其实是最为重要 它已经认为是最为重要 而且第一层是与智力层沟通过 它也沟通了 对吧 然后得到满意解决了 注意 作为最为重要的事项 肯定是重点关注 对吧 因为都最为重要了 能不重点关注 就跟一个人 上了三年级了 你说能没上二年级 对吧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 所以通过这些描述 我们认为 与智力层沟通过 重点关注过 而且是认为最为重要 对本次审计最为重要 所以它是满足的 那它不把它作为 关键审计事项 是完全可以的 没有任何障碍 所以这个题呢 答案就是恰当 关键审计事项的筛选 第四题 A注册关注是呢 对于丙公司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实施审计程序 并与智力层沟通后 对于是否存在 未在财务报表中 披露的关联方关系 其交易仍有疑虑 那将其作为 关键审计事项 在审计报告中构同 这就不对了 关键审计事项 是得到满意解决的 你这个最后没弄清楚 是没有得到满意解决的 所以这件事情 不可以作为 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得到满意解决 他这说弄了半天 最后还是仍存有疑虑 那就不满足了 那你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就不合适了 所以答案说不恰当 理由就是关键审计事项 必须是已经得到 满意解决的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 不能代替非无保留 换句话说 你这是应当非无保留的 保留法表示的 你搞了个关键审计事项 这跟那个强调审计事项段一样 是吧 你把一些不好的事情 都塞在我这框框里面 你简直把我们的 关键审计事项 和强调审计事项段 当作垃圾桶 它是百宝箱 它不是垃圾桶 或者说你本来就应当 发表非无保留一件的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 是吧 所以三种答法 第五题 假公司的某个重要子公司 因环保问题 被监管部门调查 并停业整顿 这件事情非常大了 对吧 A那就将根事项识别 为关键实际事项 它没有说怎么识别的 但是因为它的重点 它的话题的重点不在这 核心不在这 我们看后边 它是作为条件 假公司管理层 未在报告中 付诸中披露 该子公司停业整顿的 具体原因 那你看 你不管 它是不是满足 关键审计事项的条件 你该披露没披露 那是没有得到满意解决的 对吧 所以抛开其他的 三层筛选不说 你该披露没披露 就没有资格 就这一条 你就没有资格 做这个关键审计事项了 结果这个没披露 A注册快转 你在审计报告的 关键审计事项部分呢 进行补充披露 这不就是不得罪人吗 对吧 我也不想让报表使用者上当 所以我给你在 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披露出去 但是我这个形式上 也还是个无保留 没给你划到非无保留 那个范围里面去 你面子上也过得去 这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 没有得到满意解决 不可以作为 关键审计事项 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 你可以把这个 关键审计事项的筛选 你可以把它三层筛选 你就想成四层筛选 对吧 应当得到满意解决 这是不可少的 你看不少题都考虑的东西 未得到满意解决 对吧 这个不可以代替 管理层的披露 他不披露你披露 那不可以这么干 所以答案呢 当然不恰当 做得怪事不应当在 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描述被证单位的原始信息 这确实准则里边一个说法 他没描述你 描述你 相当于他不提供你 提供你提供的是 被证单位的原始信息 相当于代替了 被证单位的一些工作 那是不可以的 关键实际事项 不能代替管理层披露 对吧 或者应当要求管理层 做出补充披露 你别在这披露 好 这是第五题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六题 这是在综合题里面 考的一个事项 上市的假公司 是ABC事务所的 常年客户 从事化工产品 生产销售 A注册块是负责 审甲集团公司 21年报表 集团财务报表 整体重要性是200万 看这个题目的时候 这个企业从事哪方面的业务 像这个题呢 甲公司从事化工产品 生产销售 看这方面信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有没有季节性 周期性 季节性 等 这个化工产品 听不出有什么季节性 好 资料五里边 有一个重大事项 事项一呢 还说 2021年12月 就 年末了 对吧 甲集团公司持有20%股份股权的联益企业公司 说谁呢 说乙公司 顺便告诉你 甲集团公司持有乙公司20%的股权 好了 这个乙公司为提高产能 向甲集团公司购入一条生产线 这我们能马上反映到 它就是超重观 因为它购入的是生产线 而不是材料 对吧 或者产成品 不是一种正常的生产销售 把它采购 所以是超出正常进行过程 另外重大 你不用说生产线没有不重大的 关呢 因为它是集团内部 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好 这个这是集团内部的交易 对吧 甲集团公司取得了300万元的处置净收益 那我们知道那20%的股权 不是白写的 是要用的 它集团内部抵消的话 那抵消的那个金额 应当是300万元的20% 也就是60万 但是呢 它没做抵消处理 这就是甲公司的错了 它有问题了 而且它拒绝接受调整建议 那么注册会计师就打算发表保留意见 他问你注册会计师做法恰当不恰当 注册会计师做法就最后这句话 就是发表保留意见恰当不恰当 不恰当说明理由 你可以把那意见类型说出来 对吧 你也可以把那个不恰当的理由说出来 就指出正确的应当是怎么样的 也可以指出你的错误是怎么错的 都叫说明理由 那么注意我们这个题它是有重要性的 重要性是200万 它应做而未做抵消的部分计划是60万 是远低于这个200万的 所以它够不上重大错报 它也没有范围受限 那凭什么是保留呢 保留意见 要么错报重大不广泛 要么呢受限这哪一条都够不上 所以应当就是个无保留意见 不应该发表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是有条件的 它不够格 对吧 所以不恰当 假其他公司 说应当按持股比率抵消 与联益企业之间发生内部交易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用说 他人家题目里面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他没做抵消 没跟你说清楚了 或者说应当抵消的错报金额是60万 这句话倒是要说 因为标题题目里面并没说的60万 你算出60万 然后60万出来以后就应判断为金额不中大的错报 对了 这就用到重要性了实际上 对吧 因此 不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那其实你也可以说应当发表不保留意见 这就说你应当怎么做 你也可以回答说你为什么错了 说你这是不中大 你干嘛保留呢 所以有的时候像做这种题 你要对你知道他错了 那应当发表什么意见 你没把握 你就不要说应当发表什么什么什么意见 万一错了呢 对吧 你就是他为什么错 你把他错说清楚 你不要告诉他应当怎么怎么样 当然了 有些时候告诉他应当怎么怎么样 比指出错误更为简单 你也有把握 那你就可以按那个思路去答 所以答题 不恰当说理由 理由之一可以说成是 为什么不恰当 另外一种说理由的方式就是 你应当怎么怎么样 那说完了就行了 因为你没这样 应当这样 没这样 所以你错了 都可以的 第七题 这也是个审二一年报表 注意这个题貌里面是有内容的 A1这三块是按照税前利润5% 确定了假公司2021年度 财宝宝宝整体重要性也就是500万 你能隐隐感觉到 他的税前利润是多少 5%是500万 那百分之百呢 那就是1万万 就是1个亿 实际上 对吧 好了 他的利润 税前利润是1个亿 这一点呢 有时候判断一个错报 广泛不广泛 重大不重大的时候 需要有个背景 对吧 需要有个背景 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 某人丢了1万元 你觉得这个人会怎么样 那取决于他有多少钱 他就1万元 对吧 看病呢 或者怎么样的 那他1万元丢了 那就是天大的事 如果他家里有200个亿 他丢1万元 他都没感觉 他甚至会笑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 这人会做何反应 做何感想 或者公司会做什么反应 或者注册外置会出什么意见 要看他的背景 对吧 社会上是这样 看人这样 我们这地方评价错包也是这样 好 那我们看看 他这公司有个什么事呢 假公司管理层 把2021年度发生的 材料采购运输费 直接进入当年的营业成本 这就不对了 简单分析一下 这是2021年度发生的 材料采购运输费 那么正常情况下 这个运输费是全年的运输费 有些运输费是在 应当是有材料承担的 首先是 对吧 然后这些材料可能制成产生品销售了 那会截转到营业成本 它是这样截转过去的 你不能越过存货 那么从这么 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部分 采购费用 可能 一部分在存货里面 一部分在营业成本里面 但是这个题 你注意看它后边怎么说的 它说 没有纳入存货财数成本核算 导致2021年度营业成本高估率百万 然后呢 这个存货余额低估率百万 那正常情况下 可能是一部分在存货里面 一部分在营业成本里面 它这个 根据注册筷师的 这个审计或者检查等等 得出的结论是 其实都应当在存货成本里面 不应当在营业成本里面 所以这个存货成本 如果低估六百万 营业成本高估六百万 这个注意 影响资产 影响利润 因为存货属于资产 当然对于 资产的影响 应当是没有告诉我们 总资产多少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利润 税钱利润有一个亿的话 总资产 应当不会小的呀 要比一个亿高得多吧 应当是 所以六百万放到那个里头 在资产里面影响 说实在 重大是肯定购得上 因为重要性是五百万 对吧 但是广泛性是达不到的 那么对利润的影响呢 对吧 因为你这个高估 油业成本六百万 相当于低估利润六百万 对利润的影响会怎么样 利润我们刚才 在情报里面也看到了 它有一个亿的利润 所以六百万 在里面也就是百分之六 那应当就是一个重大而不广泛 百分之六能叫广泛 能到整体吗 百分之九十四才叫整体 我觉得是不是 好了 所以不管跟资产 还是跟利润来比 跟这大的 大家特别关心的快据要素来比 它都是重大不广泛 所以这个题给了一个背景 就是那利润 一个亿 这样就让我们判断 这个挫暴 它重大是很容易的 因为超过重要性了 广泛不广泛 有一个背景非常好 那这属于重大不广泛 对吧 好了 这个一定要注意 其貌里面这种背景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重大不广泛的挫暴 那是保有意见 对吧 你这个搞的它注册怪师 你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在审计报告中沟通 你这没有得到满意解决 对吧 你错了 又拒绝调整 肯定不满意 怎么可以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 是得到满意解决的事项 所以这个呢 错就错在这了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 你错在哪里了 因为这个事项 存在重大挫暴 对吧 不处于得到满意解决的事项 所以不能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进行沟通 这是一种打法 另外一种打法就是 你这情况 你得发表保留意见呀 对吧 那也可以了 那相当于是你发表 你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是错的 两种打法都可以 答案是不恰当 说你把这些材料采购 运输费600万元 直接进入当年营业成本 导致财务状况进行成果 产生重大且不广泛影响 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这高手往往愿意这么答 不光告诉你这错了 而且告诉你应当怎么做 但是题目里面的要求 你告诉他 你只要说出怎么错了 就可以 没有逼着你非得要说 应当怎么做 你把他的错处说出来 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注意 注意到这个事情 也算是个答题技巧 或者是个规律的话 那可能会让你多得几分吧 第八题 陈二一年报表 然后这个二一年末 公司将大额的债权 转让给乙公司 把债权转让给乙公司 然后就转回了相关的坏账准备 就是应收账款吧 可能是是吧 转让给乙公司 那就把大额的 具体的那个坏账准备 也就冲回来了 这部分坏账准备 占当年利润总额百分之二十 这个利润里面百分之二十 怎么来的 是因为原来具体的坏账准备 现在把坏账准备转回来了 为什么能转回来 因为我的债权 转给别的公司了 对吧 那这部分利润 原来是这么得来的 并不是制造产品 进行销售得来的利润 是这样的 那么因为无法就干预的 干预交易的商业理由 或许充分是大审计证据 你要知道在审计 我们这本学科里面 说是商业理由站不住脚 或者弄不清商业理由的话 那应当说 强烈的怀疑是错报 而且很可能是不利 对吧 好 A呢 对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这个什么保留意见 应当是范围受限 对吧 它并不是个错报吧 是范围受限 因为你没弄清原因 范围受限 保留意见 那是不是重大不广泛呢 这个受限 对 这20%起到一个关键左右 他没跟你提别的 因为咱们考试呢 就要求你 针对什么什么情况 不考虑其他事项 是不是啊 好 那你告诉我的 我去考虑 没告诉我的 不考虑 你就告诉我 你占当年利润20% 那就说 就算这20%的利润是错的 如果能审清是错的 那也不是整体性的呀 20%能叫整体性吗 对吧 因为它是一小部分吧 重要 重大且不广泛 好 就根据这个东西 我们认为它应当是 保留意见是合适的 所以它是恰当的 它为什么一定要往利润上扯 因为 报表使用者通常都关心利润 跟你讲 对吧 不管 是不是按照利润定的重要性 作为基准定的重要性 利润是大家关心的 所以往利润上扯 另外呢 题目有明显的导向性 它把话题引到哪里 我们就只能在哪里 对吧 进行分析了 它就说了这个东西 那没说别的 我们自己不用乱添加 对吧 所以发表保留意见是合适的 怎么合适 注意 它有一个背景 就是它的错报 如果就算是错报的话 现在是没查清啊 就算查清了是错报 也不过是利润总额的 20% 它一定不是整体性的 所以抓住这种关键的信息 进行分析 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样的关键信息 那20% 对吧 我们不知道 对吧 那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转回会让准备 是本来亏损的 变成引力了 那就从 无法表示了 如果查不清的话 如果能查清的话 那就是否定意见了 但是我们这幸好有个20% 所以怎么判断 重大不广泛 要不广泛的 一定会有一些因素 对吧 有些迹象 朝那儿引导 因为这是做题的 必须抓住这种信息 第九题 我们看看 这个 假公司管层 为达到营业收入的 业绩目标 业绩指标 为达到业绩指标 那 达到业绩指标 也是正常的吧 对吧 谁不愿意达到业绩指标呢 但是你的手段 对正常 它是通过与关联公司 呼开销售发票 虚增收入和成本 这个 你销售给我 我销售给你 对吧 金额重大 这是舞弊同学们 它虚增 就是凭空捏造 无中生有 然后拒绝接受条例建议 然后 转问我 又告诉你 另外的这个事情的影响 他说项目组认为 对根据措报 对利润无影响 这个是条件 另外也缺失误 因为 互开销售发票 你销售给我 我销售你 对吧 那就是收入会提高 但是利润确实 对吧 因为这个 你也从他那购买 也往他那销售 对吧 他也没说 金额是多少 反正告诉你金额重大 有可能 对吧 他给你开的票 和你给他开的票 金额相等啊 那可能 真的对利润没有影响 所以这是个条件 他查了 对利润没有影响 所以你出去保留意见 是一级报告 好 这个对利润没有影响 那么 是不是可以出去保留意见 是一级报告 这个难说 不能说对利润没有影响 就一定 比方说重大不广泛 不能这么说 这肯定重大了 因为他告诉你 金额重大 而且应该说性质也是严重的 广泛不广泛 我们得考虑利润 对利润有没有颠覆性影响 尤其是 这个没有影响 告诉你 那这件事情 是影响广泛吗 重大性在那摆着呢 对吧 广泛不广泛呢 其实 因为没有一个 清晰的 后台背景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 他达到营业收入业绩指标以后 会不会拿到 或者公司要向管理层发放 高额的 巨额的 奖励 对吧 那如果是的话 那可就 这事就大了 对吧 这些事情不知道 所以影响有可能 是广泛的 如果达不到营业收入 比如说连续三年以后几年以后 连续增长 20%这个指标 有可能 会有其他的处罚 那个处罚也可能是 非常严重的 严厉的 灭顶之灾的 等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就广泛了 对吧 但是也看不到人家有没有的东西 所以你也不能说 自己加那些条件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说 肯定是正大的 你要让我说理由 你来无保留意见 肯定是不行的 你至少有重大的错报 你不能无保留意见 你到说到这样 我这个提的分子就拿到了 对吧 因为你让我说理由 那我是说了 你有金额重大的错报 不应该发表无保留意见 这不分就拿到了吗 当然如果是 另外一种打法的同学 可能说是 那应当发表什么 那我就回答 保留或访定 因为你这是常明白的错报 重大是肯定的 广泛有可能 也有可能不 为什么可能不呢 因为这主要还就是 一个收入 一个利润 对吧 就是关于销售方面的事情 那么 我们非常关心 他对利润的影响 结果他告诉你 对利润有什么影响 那命题专家 干嘛来这么一句话呢 这句话 是让你感受到 影响广泛的 还是不广泛的 其实这句话 相当于把你的错报的影响 往回收敛了一点 所以 他是不广泛的利好消息 看到这个东西 你说你认为他广泛还是不广泛 你只能认为是不广泛 因为他对利润没有影响 那影响范围不是 就给你压缩了一些了吗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说 因为对利润没有影响 就一定是不广泛的 我刚才说了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对吧 其他的一些 讲成错失为好 也可能有其他情况 也可能对你意中的一种 谈判也好 什么项目也好 可能非常大的凑进作用 我们不知道 所以利润不是我们考虑的 唯一的 广泛不广泛 唯一考虑利润 没有人这样说过 但是他说这句话 他也没说在别的方面 有多大多大影响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实际上相当于 把那个影响往回说了说 所以这时候 你要如果回答意见类型的话 你就保留或否定 我觉得是恰当的 保留或否定 当然有可能是保留 根据他这句话 当然我觉得 要我回答这个问题 你又没逼着我 非得说出意见类型来 我就说 因为你有金额重大的错报 存在重大错报 所以不应当发表 无保留意见 对吧 或者说应当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 那干脆就是保留或否定 也肯定因为不可能是无法表示 对不对 好 这是这个题 就是说 打起的时候要注意 把握分寸 你能说到哪里 就说到哪里 不要说出一句错话来 说出一句错话来 当然要扣分 对吧 我把正确的说出来 别的我不说 那没有扣分点 这是聊考试的 第十题 是21年度报表 这个甲公司按账领分析法 对某客户的大额应收账款 具体了5%的坏账准备 注意应收账款是大额的 大额应收账款的5% 那未必大额 坏账准备不一定重大 那应收账款是重大的 定位了 然后2022年年初 该客户经营不善 无力偿还 到期债务向法院申请 破产 那么 那大额应收账款能收回来吗 审计项目都认为 该项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是该项应收账款 就是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 那就不是5%了 莫斯是100%了 应当是 他打算在这个 无保的意见审计报告中 增加强调段 说明这一情况 这个是应当说明 是应当强调吗 大家想想 那我们首先 你分析这件事情 你定定位 他这是不是属于重大错报 那客户申请破产 贝斯南威的大额应收账款 很可能收不回来了 那你听到这个 有人说 你就给人家来一个 比方说来一个保留意见 说人家错了 你得让人家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调整 人家调整了不就没错了 对吧 不就是无保留了吗 那这时候增加个强调段 有什么不好的 到底调没调 没说 而发表什么意见 跟调整不调整很有关系 那这个题怎么做 这时候 我提醒同学们 你看人家的要求 他是判断 注册外师出去的审计报告 类型是否恰当 他没有问注册外师的做法 是否恰当 如果是做法是否恰当 他真的可能不恰当 你注意 他有大额用账款 无法收回 你得让他调 他不调了 你那是非无保留意见 调的话 你可能是强调一下 你就没让人家 没跟治理层 或者管理层沟通 让人家调整错报 你就确定一件类型 你是不是越了一步 卖过了一步 但是这就想的多余了 他问的是 审计报告类型 就这件事就是存在了 就是报告类型 报告类型是增加抢刀断 相当于是 这件事并没有导致非无保留 或者说是无保留 加抢刀断来说明这个情况 注意 那相当于是够通过的 因为他直接问你后一个环节 那前面该做的是做了 那就是说有重大错报 对吧 那你怎么可以强调呀 那就是个保留 当然其实也可能否定 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答案 他说不恰当 该相应用账款可受回性存在重大 不确定 表明报 应用账款 会长准备具体存在重大错报 没错 就不用沟通 他越过了那 就是我说了 命题或者题目 有话语的主导权 他把它扭到 让你说的意见类型 恰当不强 没有说让你挑 主动权式做法 恰当不强 所以不要挑程序的问题 挑结论的问题 那这个意见类型 应当是保留或否定 因为是重大错报 那为什么是保留或否定呢 首先保留 它是大额 对吧 这个错报应当是重大的 为什么否定呢 因为它可能广泛 因为你没告诉我利润的背景 那有可能 比如说把它全额 计题会长准备 对吧 利润不就减少了吗 减少多少呢 可能会变成亏损 因此他就不计题会长准备 你以为他不 他不知道该计题吗 他不计题 一计题就亏损了 就那么点利润 那利润还没有这笔应数账款高呢 如果把它全额 计题会长准备 那利润不就变成亏损了吗 所以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不就是否定了吗 那不就反亏为盈了吗 所以你没告诉我背景 所以我回答的话 虽然我说意见类型的话 我就是保留或否定 但就是因为没背景 所以有背景和没背景 是不一样的 好 这是第十题吧